戰機夜襲 發動攻勢 民眾直擊空中 冒出好幾顆巨大火球 這一刻讓躲藏在加薩南部拉法的巴勒斯坦 居民尋求和平的希望再次破滅 同一天稍早 居民才吹口哨 手舞足道跳舞 以為當哈馬斯同意停火協議 這場半年多的惡夢 有望暫時告一段落 不料以色列卻拒絕哈馬斯停火聲明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出聲明強調 哈馬斯所接受的停火提議 遠遠不及以色列必備要求 更稱哈馬斯此舉只是軌跡 以色列暫時內閣一致決議繼續攻擊拉法 顯然也不甩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曾跟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通話 美方仍在審查哈馬斯同意的停火協議 但顯然提前破局 以色列軍方靠軍機坦克 陸空夾擊 直攻拉法東側 卡達外交部也表示 七號將恢復談判 但拉法難民的性命 已經沒時間一拖再拖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搞怪兔東側 卡 東側 ジャン全個